就是要,第一個年齡部分 怎麼利用daddy符號 跟today函數,計算實際年齡 這個我想比較簡單,前面都做過 這個人幾歲 然後我們自動去比對今天的日期 算出他實際的年齡 這第一個,這個比較簡單 第二個就是說呢,他的血型是B型的話 那我們要用查詢的 查什麼呢?下面這個table 也就是下面這個table的話 我們已經實際上定義好了 這個範圍實際上就是我們的什麼呢? 我們的那個要查詢的名稱 那你在名稱管理員裡面有看到一個血型對不對? 那血型部分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血型值的就是這個範圍 應該是,我看一下,點一下 這應該選錯了,應該是A28 不要把那個欄位選進來,改一下 A28,基本上也不會影響 只是說呢,這地方其實不需要把這個欄位名稱選進來 OK,然後按關閉 打勾之後按關閉就可以 把它重新定義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我要怎麼樣 利用那個,其實應該用哪一個呢? 用V路卡函數,對不對? 因為是縱向的 那比如說他是B型的話 就自動怎麼樣把他的評價 跟他的分析 通通都放到這個後面來 然後並且 最好是可以把它折行 換行 然後前面再加個星號好了 星號 黑黑的星星 然後把它放到底下來 等一下我們逐一來看 首先的話,年齡部分怎麼做 那因為我前面講過 Dedif它沒有辦法用插入環數 所以你必須要自己打上去 Dedif 然後你就打一個Dedif 刮虎之後,這個地方也要自己來做 那特別注意,它這邊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什麼? 比較前面的日期 就是它的生日 逗點之後的話,第二個是 後面的就是 today 所以你打一個什麼? 你可以打一個today 或者你直接在這個地方按這個箭頭 自己去找today 不過這個today很簡單 就打一個today 第三個參數是什麼? 年,對不對? 所以是什麼呢? 雙引號Y 然後雙引號 刮虎結束 這樣的話呢 打勾應該還記得吧 OK 打勾之後的話 年齡就算出來 點兩下 年齡就算出來 而且Dedif的話會計算 它的預算